各位彪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今天是晚上11點 星期三晚上 豬仔出賣這條影片都要下班 在鏡頭前 如果最近都有追豬仔的影片 一定會知道 SQ 是SEIKO石英錶 SQ系列 亦是停產 Diver 200M SQ很多時候都做150M 這次做200M防水 另外你看到Bassel 位置做了間金式 色調是銀狀間金式 SQ是非常獨特 做上了 石英 再加上潛水款 非常漂亮的款式 同樣是停產款 它是何時生產的呢 1989年2月 1989年 倒數一下2024-1989 即是35年的時間 這隻手錶已經生產了 豬仔換上了新的電池 這個 金黃色的設計 再加上了間金色的錶帶 非常之獨特 跟現在的精工午仔Sport的外形 有少少相似 這隻手錶帶 也是有個標關放在四點位置的 也有少少護關位 做了一個拉絲的不鏽鋼外殼 旁邊做了 120K的單向式的潛水錶圈 轉下去非常順滑 手感很好 120K 還有當時原來也做了一個鋼圈 做了鋼圈的 它不是做鋼片圈的 漲卜卜的圈 有少少像五十層的圈 那樣 你看到它做了大點的夜光黑道 夜光黑道 做了圓點 大點都是一個潛水錶的icon 好了 先看看夜光 出產那麼久 夜光會不會減退了 會不會有色弱 我一起來看看 夜光方面是怎樣 時分針加上秒針 加上黑道上面的點點 都大有夜光 夜光真的比較暗 弱點 有的 很暗 夜光比較暗 就不是像現在這樣超強的夜光 我再照多一會 看看夜光 暗身一點的夜光 那 Bassel圈用了金色 到錶殼做了銀色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現在旁邊部分都做了拉絲花紋 錶是比較薄 旁邊的九牙坑打磨也是很順滑的 完全不介受 好了 跟現在精工五仔的 Sport的打磨有些不同 做法也有些不同 好 看看錶的錶帶 結尾就做了一個短身的耳蓋 也是做了鑑金色的 錶帶就有少少五折的總統帶 這條錶帶 兩旁做了拉絲銀色的 中間做了三折的拉絲金色 錶購位置 上面也有SEICO logo 做了特製的 試試拉近鏡頭 看不看是特製的 唯獨要彈一下就沒有眉條洞 沒有眉條洞 這個就有少少美中不俗 要做眉條洞就更加好 我先拿起它 做了薄橋 做了光深的薄橋 先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色鎖的底蓋 我們一起看看底蓋 這個底蓋就是做了這個 先看看 我把底蓋給大家看 有Posbeck海浪花紋的logo 寫著Scooter Diver 寫著了Battery 大概這個錶 因為它用5H26的機芯 大概三年左右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豬仔換上了新電池 寫著5H26的機芯 它用SR920SW的電池 很獨特的設計 把電池的型號都寫在錶底上面 現在就沒有寫的 寫著了Japan 還要是日本製造 我上網找過了 其實坊間有二手的錶賣 這款式 SQ的Diver200 但就沒有全新錶 已經是沒有全新錶了 豬仔手上還有一隻全新錶 好了 講到這裡 先量一下錶勁 量一下重量 給大家看 教一下錶官 向下轉動 先放開錶官 踢起了有停秒功能 試試踢起這個crime 有停秒功能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的手感還是很緊緻 非常緊緻 教到6點多鐘的位置 好了 接著半格我們教的日力槍 半格我們向下轉動 教的日力槍 教升旗就跳升旗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中東文就跳中東文 我猜大家看英文比較多 向上轉動 教有力 輕微的大聲 一格一格跳 教完之後 按著它 向上轉動 鎖上錶官 其實跟現在的用法 都是一樣的 錶官比較大顆 相對性的手錶 變得更加好調 因為有些小顆的錶官 有護官位頂住 就沒那麼好調 這個OK 大顆的錶官 好了 這些錶總重量 先試試這隻SQ的系列 好了 先量重量 128g 不算輕身又不算重身 比起以前的舊裝鋼片帶 這個做了實心鋼帶 所以會比較重 其實以舊裝來計 這個做了實心鋼帶 也比較少有 挺有質感的SQ系列 先量一下BESOL BESOL是39.5M 至於直徑方面 達到42M 而厚度方面 是10.5mm 而Luck to Luck 有些較短 約46M 好了 試試戴上 14.8%的手錶 帶上它 我介紹這個手錶很棒 SQ系列 保持到全新 整個錶都沒有氧化 夜光有少少 顏色衰 衰退了一點 整個整體我自己覺得很滿意 因為1989年2月份出產 至於什麼時候停產 我真的不記得了 因為已經很長時間 一定是超過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好了 豬仔推介 這隻SQ的200Diver 一隻舊裝的停產款 不知道你又覺得會多少錢呢 我上網找過一年前的帽子 1600元是二手 膠帶去配 豬仔這隻是原裝鋼帶 間金色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1498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在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非常之少有 比起舊裝精工五仔 更加罕見的一隻SQ系列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我的頻道 記得按鐘仔訂閱 1498元一隻 SEICO SQ的停產款 200米的防水Diver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按讚好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我們下集見 晚安 1498元有回調牌 這個保用證 收據一年保用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